各位北區天平西選區的選民 這陣子大家上班、下班、出街、回家 是否因為地鐵破壞 巴士被阻路搞亂 令到大家很不方便 未來四年 大家想要一個怎樣的社區 怎樣的香港 11月24日是大家做決定的大日子 你會投票給一個做建設還是搞破壞的人? 就著11月24日 全港的區議會選舉 HAG部和幫港出聲 經隨意抽樣 選出港、狗、新界及離島一共45個選區 並向所有候選人提出以下一條問題 我們問候選人對於今年6月起 發生的暴力和動亂 及參與者所稱的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有什麼意見 他們的答案如下 北區天平西選區有兩位候選人 1號候選人黃雲韜的答案是 2號候選人黃雲韜的答案是 和平、繁榮、穩定 革命、暴力、放火 你會怎樣選擇? 今天不選 將來可能 無得選 出發生什麼都在 和平、擁有機會 既可以入口 到最高一日寄 市場 智慧